那痛风是非常常见的 常发的疾病啊 可以说现在啊 大江南北 无论是不是这个沿海地区的人 这个病都是高发病 那当然了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高是有关的 从西医来讲 蛋白的代谢失常了 就是蛋白的代谢啊 代谢不净 形成那个飘零 就是形成一些尿酸 尿酸盐结石 所以啊 跟这个体内的蛋白代谢有关 你看我们这个三大代谢的病啊 都很多呀 糖代谢的失常的糖尿病 脂代谢的高血脂 蛋白代谢的就是这个痛风 其实我们说过去三高啊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高尿酸 应该是痛风也应该加上 这个病 这个病 它的初期啊 发就是急性发作的时候 往往是肢体的远端关节 最典型的就是脚大指头 大部分的这个痛风 发作的时候 往往是脚大指头 这个时候我们叫痛风性关节炎 由于这个啊 飘零的代谢失常 形成尿酸盐结石堵住啊 会引起肾脚痛 当然这种啊 结晶也可以沉积到皮下 形成皮下一个疙瘩一个疙瘩 等等吧 那如果转成慢性了 啊 慢性了 主要是破坏关节 也可以引起啊 沈炎 我们叫痛风性沈炎 直至尿毒症 所以说痛风 我们最好是早期给它治理 啊 越早越好 反反复复的发作 哎 就会引起肾脏方面的问题 那关键是我们中医怎么去啊 处理这个病呢 各位 这个病 目前来讲 中医的治疗是有很大优势的 从西药来讲啊 降尿酸的那些药 对肝脏的损伤都比较大 你比如说啊 别调整这些啊 尤其是秋水先减 现在好多这个痛风一发到 就吃秋水先减 这个药对肝脏的损伤是特别大的 我们过去做实验呢 我在上博士的时候啊 做过肾脏病的实验 像细末增生性肾炎 也做过肝损伤的这个实验 动物实验 我们要这个使这个做老鼠这个肝硬化 那你在造模型啊 你在让这个老鼠怎么让他得肝硬化呢 就是跟他通过打试剂 让他形成肝硬化 我们再用药来进行治疗 来观察他的疗效 动物实验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在造大鼠啊 肝硬化 模型的事迹 主要是这个秋水先减 所以你可念他的损伤程度啊 那就是让大鼠打一阵啊 这个秋水先减 他的肝硬化就形成了 所以这个相当恐怖 那就是你通风 你吃这个药 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 即使通风减轻了或控制住了 可是肝脏受到很大的损伤 得不偿失 那你要弄个肝硬化 那比通风更要命 所以中医治疗啊 非常有优势 而且疗效很肯定 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方子 急性发作的 慢性发作的 还有平常我们要降尿酸时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隐性的呀 他就是尿酸高 他没发病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隐患呢 定时炸弹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降 所以今天这是 我们先开头讲这个啊 那讲这个我们必须得有思路 对不对 你用什么方式好 大家看这一幅照片 这个脚又肿 又红 这些你看到发黑了 还有淤血的特征 这个病人啊 是一个痛风的病人 那么他这个啊 肯定就是一种 反复发作的性的 瘀血了 那对肿的疾病 首先我们要辩证啊 就是中医你治病 你要怎么去想 就是辩证 大凡 虫啊 这个肿的这样一种病 往往是热 你看这个 气性痛风 发作以后啊 这个大脚趾头 甚至连住脚踝啊 严重了 还带着膝盖 膝关节 都是红中热痛的 那为什么这个 这个东西肿了以后 它就是热呢 这就是一个物理效应 热胀冷缩 物理效应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中国的古人 黄帝内营的时候 看到这种现象了 就讲过了 你看我们这个啊 黄帝内营怎么说呢 他说热胜则肿啊 你看到这个肿了 你就知道这个人体内 可能会有热 活热 你轻热泄活 肿就消了 这个意思 他还讲 诸病浮肿 疼酸 惊骇 结束于火 什么叫浮肿呢 这个就是脚踝 连住小腿 叫腹 小腿连住脚踝 肿啊 疼痛 酸痴 惊骇 就是这个病人 疼着 呲牙咧嘴 天天在这哭 在这嗷嗷叫 这叫惊骇 这些描述也包括痛风在内 啊 还有一些是脉管炎这一类的病 那这都叫做诸病浮肿痛酸精害 中医治疗的是一样 你不管你是脉管炎 你还是这个痛风 你只要是红中热动 我就按照热来 已经治疗啊 对吧 所以我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方子 就是用于什么呢 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一个炎 这个方子是有几个精方的组合 大家可以看 可能看上来了啊 你看你看 我们首先你你你你头两位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方了 一个诗高一个织母 啊 这是白虎汤的底 啊 后边干草 制干草 干草 两个干草一块用 啊 生干草是清热解毒的 制干草是缓和这个诗高织母的含良之性的 哎 加个桂枝 实际上这叫做什么 这叫白虎加桂汤 啊就是白虎汤加桂汁 这是金贵药略的方子 白虎汤是沙哈论的 加个桂汁哎 金贵药略的原因 等我们要说一下他 后面这几位呢 仓主黄白我们一看哎 这两个要 也是一个绝庙的方子 叫二庙三 二庙三 如果他再加一个牛西呢 叫三庙三 再加一个义人呢 叫四庙三 就合上了四庙三 后边有加的房吉 土夫灵 龙丹草和威灵仙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方子什么呢 基本上是白虎加桂汤 合上四庙三 加位 那是急性发作性的痛风 就是大脚趾头脚踝 或者是小腿啊 红肿热痛的这种痛风发作 哎 那个脚都挨不了地 躺在床上动不了 所以他是用于发作的出息 就见到这种脚大之刀 脚踝部红肿热痛不能行走 还有一些病人是 半有发烧 体温都高 那为什么想到白虎汤了 白虎加桂汤 因为金贵药练里边讲了 白虎加桂汤 旧失治疗这种什么呢 热多的啊 热性所导致的骨骼疼痛 那这里面大家注意啊 开这个方子是急性痛风 声势高的用量各位 这也是我在临床上 也有一些教训摸索出来的 开始用石膏用的量少不行 所以对于这种极性的痛风 上手这个石膏就是从六十克起 可以用到一板 甚至看情况可以再高 那这时候用石膏为什么好呢 哎 你看你既然说这热胜则种 你要清热泻火呀 那清热泻火的药很多呀 啊 除了这些还有清热的药 我们都知道有黄莲黄秦这些药 这怎么选个白虎汤里边石膏配织母啊 哎各位 这就是治病的奥妙 石膏这个药 粮药 可是它是什么含药呢 它是心含药 就是心味的含粮药 那含粮可以清热泻火 心味可以什么呢 哎 心味可以往外发散 所以我既有你的含粮 又选一些往外发散的含粮药 你想想这个种它消的就快呀 哎 你不信你试试 你用黄莲黄秦 你消的就没这快 为什么 黄莲黄秦那些清热药 是苦含药 它是苦的呀 苦的要是往里走 它往外走的不好 所以说这个种消的就慢 纳莲要消热性的种 石膏是最快的 各位 啊 一定记住这个 你用上石膏 你单用这一位 啊 有时候消就那么种消了 啊 你再配上织母 清热泻火 你看30到60 纳莲如果就是石膏 你开60 织母就开30 石膏开到120 织母就开到60 基本上就是2比1 啊 我们现在用的比例 啊 再加个桂枝啊 什么这些啊 那寺庙散这里边 苍珠黄白生意人牛西 这个方子是往下走的 它是吃下部的湿热 再喝上它就比较好了 啊 你看为什么还要加上清湿热的呀 怎么还要加上 取湿的药啊 你像仓竹啊 生意人啊 哎 因为这种碰风 往往是发于下之比较多 下不容易失气啊 容易有失气 这是皇帝内心讲的 湿是往下走 风是往上走 哎 你看我们上一次 咱们讲的那个风水 是不是啊 我们都有黄旗啊 扶贫啊 莲笑啊 禅退啊 为什么 他往上走 风邪伤一上 湿邪伤一下 所以下不多湿 上不多病 多疯 哎 这就是治疗的规律 各位 对于下不多病 哎 你注意还在治湿气 你看这家的这房脊 土福灵这些 也轻失 也轻失解毒 还有威力先 来治这个关节炎 这一类的药 再一个我想说 这种龙胆草 这个 甚至我有时候用什么呀 啊 如果这个病人 单纯的大脚趾都肿的话 我有时候还使用 那个龙胆泻肝汤 大家想想为什么 这就是经络编症了 就单纯的大脚趾头 这个他红肿热痛了 啊 开始发作了 这个位置是谁的 这样一个经脉的 骑行的肝经 哎 肝是足绝因之脉 是起于大直的匆毛之计 我们都知道咱们脚大直 都那个啊 尤其是咱们男士 脚大脚盖呢 有一座毛 哎 那个地方就是肝经的起始部位 你看这个地方肿了 你肯定跟肝经的湿热下注有关的 就是说明这个肝经里边 现在他有湿热 啊 所以说龙胆泻肝当 清肝经的湿热也有效果 哎 这些都是治疗的思路 你看 这里边我也加龙胆草了 各位 急性的热啊 火热性的这种痛风发作 这个方子百发百中 啊 哎 我治疗好多这种急性的这种 这个方子还 基本上啊 你用上去 它就会消肿 那这个讲到白虎家贵士堂了 我们了解一下 张忠景的金棍药类里边 讲的这个方子 啊 本来这个方子是治什么呢 是治温虐的 就是虐体的一种啊 虐体在这个这个啊 这上汉杂病论里边有温虐 有含虐 他说 起脉如瓶 身无含 单热 骨节腾烦 为什么我们引用这个方子 就是看到他 没有含 就是热 就无含单热 骨节腾烦 说明 说明他是什么呢 说明他治的这个骨节腾烦 是热性的骨节腾烦 什么叫骨节腾烦呢 疼痛又烦 为什么 疼得太狠了 烦躁不安呢 啊 骨节烦疼 又无含单热 所以他是用白虎加桂枝汤 这个桂枝是走通络也比较好啊 走机 他入血分的药液 啊 你看这就是白虎加桂枝汤 他的这个出处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借用过来 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那这个方子 现在白虎加桂枝汤 我们广泛的用于啊 还有一些什么像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 属于风湿热壁的 就是属于热的这个关节炎 我们叫热壁症 你那白虎加桂枝都挺好啊 你不光是痛风性关节炎 中医来看你只要是热引起来的关节炎 这个方子都可以 所以说近年来多用于这个方子治疗什么热壁症 你这个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是属于中医的热壁啊 还有人这个方子他做过实验 说这个方子对什么比较好呢 能对那个大鼠的角枝都肿最好了 哎他削大脚 削这个角枝都是肿比较好 你看你这个痛风开始不是就是角枝都肿吗 所以实验上也支持这样一个疗法 当然这个白虎加桂枝也是一个清热的房子 我们现在这个这一次新冠肺炎 也有人报道使用白虎加桂枝 我们前面咱们开始跟大家讲发烧的时候 讲新冠肺炎的时候防止新冠肺炎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个白虎加桂枝 还有白虎汤 啊 所以这就是他的适应 关于二庙三庙四庙啊 大家简单的看一眼都行了 二庙三是朱丹西的房子 就这两位仓朱黄白各等份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用汤了啊 你当然用颗粒剂呢 那更省事更好啊 啊 你看清热造湿 他就他的作用 湿热下注筋箍腾痛两足微软无力 还有阻吸红肿热痛 还有下部的湿窗小便的短翅 以及妇女的湿热带下临着等的 就小便魂 也可以用它 你看也就是说这个二庙伞 这一类的方子 他治疗下胶的湿热 尤其是腿的湿热比较好 啊 医学征传啊 里边又加了一个什么呢 牛膝就变成了三庙了 三庙也是治什么呢 湿热下注 你看都是湿热下注 两脚麻木 或者如像火烙了一样 那个腿热 你看这三庙 其实加牛膝什么 牛膝是往下走的呀各位 对不对 他往下走 可以引住黄白去青下角的湿热 那如果再加个一人就叫做寺庙 其实寺庙里边他用那个牛膝是怀牛膝 啊 牛膝有两种四川的跟河南的 那四川的怀穿牛膝 他是往下走的快活血的作用强 通路的作用强 河南咱们交作地下 贺必证明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怀庆府的老怀庆府的这个牛膝 叫怀牛膝 他偏移补肝肾 这个也是你看寺庙有湿热下住 两族的麻痹 尾肿痛 啊等等 都可以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 一说下降有湿热的这个 红肿热痛这一类的 上去就是寺庙 啊就四个药全开启了 哎 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翻歌啊 二庙散中 苍白间叫苍株黄白 若隐三妙牛膝天 在家一人名四妙 湿热下住尾壁圈 哎 那当然有一些加减的注意啊 这个皇 苍株是去湿的 黄白是清热 啊他只湿热 就他天一清热 那边一去湿 如果是湿重一热 你看这湿即重 哎 你就苍株的量大于黄白 如果热重的话 你把黄白的量大于仓主 对不对 两个都重 湿和热都重 俩要等量 还有这些加减 我不详细的讲了 你比如说啊 腰关节痛 你像咱们这个啊 痛风你也可以加上木瓜 五家皮 西线草啊 还有治脚气 哎 这个四苗三治脚气也挺好的 可以加木瓜冰狼 我在前面讲肾病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治脚气一个方子是 大家不知道忘了没有啊 那个方还挺好的啊 叫鸡鸣伞 鸡鸣伞是治寒食脚气 那如果是湿热脚气用什么 哎 你可以换成四苗散 加上木瓜冰狼 这木瓜冰狼是治脚气通用的方子 妇女的施热代价可以加上赤福灵 只子赤千子 还有下部的尸窗 你不知道阴部长窗什么这些啊 龙丹草 则蟹 赤小豆 土福灵 包括是阴道炎等等这些都可以啊 施热的伪症 可以加西线草 木瓜 笔屑等等这些啊 这些我们不一一的在这里说了 总而言之 现在用四苗散治什么呢 也是跟那个白虎加贵差不多 你看 风施热的关节炎 痛风关节炎 阴囊的湿疹 慢性前连腺炎 阴道炎 神经性皮炎 下肢疮肿 还有脚上长弦等等 都可以 这是他的一个加减的根据情况啊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什么呢 痛风急性发作的一个例子 这个病人时间也在早了零七年的一个病人 是一个中年患者 他这个痛风啊 发作好多次好多次了 反复的发作 每一次发作 腐吸药秋水陷阱 导致肝功能异常了 我认得注意了啊 转炎煤已经高了 胆污素也不正常 这样的话啊 注意 别再喝了 再喝有可能真的形成反复的次性形成肝硬化 这一次又怎么发作呢 又挤不住嘴的 他每一次不是喝酒 就是吃海鲜导致的啊 你说有时候真的就是 为什么中医要求这个患者忌口啊 你不忌口 真是我们好 好不容易给他开个房子 治好了疼 一顿饭又打回原形 这样的 他经常碰到这样病人 你看他这一次发作 他的尿酸是六百二 蛇伯白 卖滑术 这一看就是一个 又是一个热性的这种啊 痛风症 热胜则肿啊 所以我就给他用这个房子 白虎加贵 他合上寺苗残 家子房级 土福灵 蛇仙子啊 我开始生石膏给他用了三十克 心想喝了一周 你下一周再来啊 但是一周以后 患者的两个大脚趾都 怀关节 膝关节都肿了 原来他只是一个大脚趾 这怎么又加重了呢 还不能走了 睡觉也睡不了 为什么疼 所以我就想 大方向错了 没有错 那什么错了呢 药量有点轻 所以是石膏 石膏啊 那个我就给他开到 后来就一下子就加到一百二十克 哎 你看 加到这个石膏一百二十克以后啊 合一周 这一周 肿消藤茧 后来啊 你这病室控制住了 对吧 给他减了以后 又加减复用了一个月 到你看他八月十六号 到九月十六号 整整一个月 第五诊 看的时候 血尿酸就降到了正常 这时候病人很高兴 我说怎么了 你这个 他说我跟你说实话 我的尿酸从来没正常 这是第一次 原来发作就是 包括吃这个 秋水千年这个尿酸 也降不到正常 他说这一次肿消了 尿酸也正常了 他很高兴 这个我在临床这个痛风治的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病啊 基本上在急性期就是使的这个房子 这是当时我给他制的一个这个几个这个病例纸啊 那第二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些它是慢性的 你说的肿巴不是很肿 但是是不是就疼 这个我们叫他痛风慢性发作 他不像那个红肿热痛 这个相对而言 其实没有那个好痴 那个你别看他疼得很 他下不来床子走不了路 很快就消肿了 这个就比较慢一些 肿有可能肿了不是很疼 有时候有时候疼 有时候不疼 是不是跟你来一下 一花盐尿酸膏 这个用什么 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药味比较多一些 可能大家啊 有一些原因 可能你知道这个房 这个房叫什么呢 非常有名的一个房啊 叫当归碾痛汤 当归碾痛汤里边 你看他有一个什么呢啊 朱灵福灵择谢白主 那如果再加个桂枝 就是503 去掉桂枝叫什么呢 这四位 叫四灵堂 加上阴尘蒿 枪火防风 这些生麻的黄芹的 清热的葛根 就是网上齐声 又加上湿热的 湿像这就是开滚门 结境服 他也是偏移湿热呀 只不过是个慢性 反复发作这个湿热 家有正气不足 你看他反复的发作 他不光是邪气了 他有正虚的一面 所以说这个方子 适用于痛风慢性发作 脚趾头脚踝 膝关节疼痛 或者伴有微微的肿 尿酸增高的 这个啊 他的病级是什么呢 各位 病级是虚加湿热 你记住这几个字 一方面你摸到脉 有可能他有虚对面 或者他有一些 其他一些乏力啊 什么这些有一些虚对面 但是他又有湿热的 这种 我们叫什么呢 叫虚实护肩的 这种痛风 用当归年冬汤 当归年冬汤是谁的呢 是近代啊 有一个大仪家叫张元素 好多人都是他的这个学生 基元四大家的好多一些 都是他的学生啊 他有一本书叫医学起源 这个医学起源是这个人呢 是张先生 在教弟子时候用的教材 这里边他有一个当归年冬汤 这个当归年冬汤 还建议其他书里边 啊 还建议其他书里边 那么他是治什么呢 本来是失忍为病 肢解烦痛 肩背沉重 胸隔不利 变身疼痛 下椎静 静就是小腿 肿痛不可忍 你看他可以是腿 是这个脚的肿痛不可忍 为什么要当归碾痛 碾 碾就把他碾走 当归碾痛 起了名字就是这个 所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子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说这个人呢 没有关节的痛痛 红肚 就是提眼讯了 发现尿酸膏 那当然这就是一个隐性的 说不定他哪一点就发作了呀 对不对啊 你看那些痛风发作的人啊 他往往就伴有尿酸膏 但是尿酸膏的人不一定有那个痛风关节炎 他只是尿酸膏 说这时候啊 我能不能找中医调一调呢 当然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 讲尿酸的小艳分 一共六位药物 生肝草 金钱草 食为 碧屑 土夫灵 百合 那这些我们看还是什么呢 清理湿热的比较多 啊 清理湿热的比较多 加上清热解毒的 那怎么吃呢 像这种啊 因为他没有什么症状 对吧 我们可以一天一计 一个月是一个疗程 你可以一个月让他化验一次尿酸 可以连服两到三个月 如果病人喝完有一些他拉肚子的话 你可以加上些白煮 或者加点沙仁 或者加点莲子 给他就是去掉一下 去其负作用 所以这个方的就适合于什么呢 痛风是单纯尿酸高的 这个小研发我推荐给大家啊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这个白虎汤四庙散 当归碾弄汤 混用的 治疗一个什么呢 红斑肢痛症 这个红斑肢痛症 大家知道啊 如果咱们您是西医的同仁 你可能对这个更明白 这个病好多是啊 医院就给他推出来 就不止之症 这是用血管扩张啊 导致的周围自主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 他也是好发炎之端 一般就是脚比较多 而且他不是感染 也会出现红肿症痛 最后会出现这个局部溃烂 溃烂受不出口 所以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 这个我就碰到这一例 索性是好了给他 那其实他的道理跟痛风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比痛风更难治 你终于编证 你还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小姑娘 19岁 是我们这个北京平谷区的 10年看到那个病啊 他是找我看的时候 就红斑之痛 已经四年了 中年是西药吃了 中药也吃了 就是反反复复 08年这一次大复发 从08年发作这一次 再也不好了 到北京一个医院 讲了三十七 其中讲到这个白虎汤的时候 讲到这个绳石膏是一个消肿的家品 就是热肿 绳石膏是最好的 他看到这样一个节目以后 他就来找我 他找他怎么来的呢 母亲把他背过来 哎呀 一看那个双脚 红肿热痛 腾入汤泼火燎啊 难以忍受 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母亲就说了 他说孩子每天要泡 把脚泡到凉水里边睡觉 哎呦 坐着睡 没办法 太热了 哎呀 还有人主张说 那就是节肢吧 这个母亲啊 怎么就不舍得 这个女儿节肢 所以还抱住一线希望 到处求一 一看他的表皮 什么样的表面 双脚起泡 脚之头发开 溃烂了脚之头 所以说这个医院里边 要给他节肢 他的尿酸倒是还 这个还算行啊 这个 舌孔少胎 所以当时从这个辩证来讲 还是出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湿热下注的一个情况 我基本上用的就是 白虎家贵 和尚这个寺庙 加一点止痛 乳香墨药是什么呢 乳香墨药 是我们中医止痛的网牌药 你看西药有止痛药 我们也有啊 这个是活血止痛 那当然还有一些刑具止痛的 你叫穿链子 玄虎索那些 对吧 当时还给他用了穿山甲了 各位啊 刚才我们讲这个热肿 各种种 啊 热种 我不是石膏比较 当然最好了 各种种 穿山甲都比较好 遗憾的是啊 穿山甲 现在太贵 哎 当时10年那时候还行 哎 我你看当时给他开10个呢 哎 这个钥匙时常劲了 啊 刚才为什么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这个穿山甲呢 现在基本上就先不用了啊 只有是顽固不好消了我们再用上穿山甲 最近可能大家注意了又传来一个消息 说什么是穿山甲是这个新冠病毒的宿主物啊 这个疫情过去穿山甲的命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各位 如果说我们穿山甲不能用了啊 或者是国家不让用了啊 咱们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三棱额主 这个到咱们具体我会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三棱额主也不白给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啊 草药 所以你看这小姑娘当时我就给她开这个房子了啊 她二诊的时候脚部的症状减轻了 哎 但是吃完药拉肚子 你想想看这里边粮药还是多呀 大便一天两到三次 还是食红少带 她又还有家有运虚 所以她拉肚子我给她夹着山药 山药既可以养阴又可以止线 哎 再加上一些 龟板别甲 这是养阴清热的 还有金银化清热解毒的 三诊的时候脚热痛就明显减轻了 她已经什么呢 已经晚上睡觉到时 不用把这个脚泡到冷水里边了 但是脚知道了颜色还是黑色 仍然变得大便 还是没过来两到三次 后来我就改用当归碾痛汤了 因为当归碾痛汤有四灵汤 里面都有白煮啊 加一些养银的麦冬石壶 开了三周这一次 到24 4月24号第四枕 脚知道红肿热痛几乎好了 你看那当归碾痛汤 你手方腹他还可以的 自己走过来了 我当时一看我很吃惊 你看要节肢的一个女孩 自己走过来 哎呀 那个高兴之情难以言表 当然作为一个大夫来讲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才是最幸福的人 你不你真的是把挽救过来了呀 要不就是成残废了 但是脚知道人家塞黑 为什么这个呢 这个需要一定的过程吸收 我还给他使的是当归碾痛汤 加减十四季来巩固 你看这当时我给他开了房子 一零年时候 所以你看 后来他这个 他这个的妈妈给我专门 这个这个写了一封信 当时那些感谢什么那些 这就是啊 其实是一个 从医来讲 实际上它是属于热壁的范畴 关键也好 痛风也好 这个红斑肢痛症也好 你只要属于湿热下注的这些 我们基本上这个房子都可以拿下 各位 中医是变了这个症 我不管你是什么病 你只要符合我这个病级 我就可以 是吧 所以这是啊 这是这个啊 我们讲的一个痛风 咱们加了一段啊 因为咱们有有有 有咱们 好多同志们要求说一下 那我就是讲一下这个啊 基本上给了大家三个房子啊 白虎家贵和寺庙 然后当鬼脸痛 还有一个讲尿三的想法 希望大家你这个消化吸收以后啊 你在临床实验实验 咱们在以后咱们碰面的时候 你也可以反馈 因为这个痛风很多啊 你也可以把这些方子用于刚才说的那个热壁的关节炎 各位啊 不是说光让你用用致痛风 是不是啊 为什么我讲这个红斑肢痛症呢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拿到一个方子以后 重点是掌握他的病机 就是他是一个湿热下注的红肿热动 你只要碰到湿热下注的红肿热动 你都可以拿上去用啊 不管他是关节炎还是痛风 还是其他一些对吧 啊神经包括神经性的一些疾病啊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咱还有点时间 我们就讲脾胃症了 各位啊 这个脾胃症系列啊 系列 我的题目是什么呢 经方厌方调脾胃 确保吃喝拉撒睡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的 你看咱们这两次系列讲座啊 先讲先天 再讲后天 啊 要无不平等 对吧 尤其是后天脾胃 是我们人出生以后 依赖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坏了 你其他都免谈了 你基本的后勤保障 你都供用不上 那些心血管 那些泌尿器官 那些通通的那些人力丈夫器官组织 你不都白费了吗 所以说脾胃后天之门是最重要的呀 那当然这个脾胃病也是最常见的 你甭管你看哪一刻 你分科也好 不分科也好 你跑不掉 你都在看到有脾胃病 跑不掉的 所以实际上你把脾胃病 说那我是看脾胃专科的 你专不专你都在看脾胃病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咱们就啊 这个系列 我们主要是重点 讲啊 跟脾胃有关的一些症状和疾病 那讲到脾胃了 各位 我们必须得掌握脾胃的脾气 就像我们一个人啊 你跟谁打交道 你得先摸他的脾气啊 你把脾气摸透了 你就知道怎么要跟他打交道了 怎么样才能把跟他打好交道了 其实你看我们终于看病各位 我们最难的不是我们出个方 我们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难的是 你怎样把这个病能认出来 结合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人对你怎么样 是好是坏 这一点很重要啊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脾胃 这两个为什么放在一块讲呢 因为他俩分不开 都是从地方来讲啊 从居处来讲都是胃宗教 没有说我专制胃了 我专制脾了 从中医来讲脾和胃是分不开的 但是西医他能分开 为什么呀 西医的脾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他拿到一边去了 他把干这些反而归到消化系统 这是这是西医他按照他的一些系统划分 可是中医讲的脾胃是万万分不开的 那分不开就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的密切关系表现了四个方面 一个是表里相通 一个是纳运相邪 一个是升降相应 一个是造势相继 你看这哥俩配合多好 一表一礼 一个是主受纳 一个是主运输 就你吃的东西 我给你往外运 一个升一个降 一个是干燥 一个是潮湿 这俩配合的太好了 所以谁也离不开谁 对吧 那从表里来讲 我们看第一个是表里相通 为什么 他一个表一个礼 就像这个衣服一样 有表有礼 谁说这个衣服我就一层布啊 你里边还有个礼呢 你在跟着表里他俩的 同时出现呢 那怎么构成表里关系了 通过经脉 经脉的相互落熟 就我的经脉勾住你 你的经脉勾住我 我这是拿大玩法讲的 这个勾有点不太好听 勾勾搭搭的意思 就是你理解就行了 就咱俩关系比较密切 当然人家 我们的老祖宗说的比较文明 比我讲话文明多了 你看人家这么讲 说脾与胃 依膜相连耳 这话说的真是好听啊 这种膜不光是 它不是光是经脉的问题 就咱俩还有一种油膜连着呢 撕不开 你说什么是油膜 你没见过杀人 你见过杀猪吧 你看杀猪那个脏脏之间 那个白的油色的东西 粘住那个脏器 对不对 你再拨半天就能把它拨开 那就叫做膜 匹克胃还不光是经脉相互落熟 它通过这个膜连到一块 你说这两个人啊 关系密切吗 还有灵树经脉片里边讲胃脉是落位属皮 属胃裸皮 脾脉是属皮落位 你看这个 我的经脉是我主管 但是我搭到你的上面 你的经脉是你主管 你搭到我身上 这叫表里相同 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有一个病坏了 另外一个可能跑不掉 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密切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上的密切关系 胃是什么呢 胃就是吃吃喝喝的呀 但是你写病例的时候 你不能写个吃吃喝喝呀 我们再弄一个词叫什么 叫收纳 你看这词多好啊 胃主收纳 胃主纳 皮呢 皮主韵化 什么叫韵化呢 运输转化 实际上的时候 你翻译过来就是吸收 那你说 你在中医怎么讲的呀 吸收不是小肠是吗 小肠的吸收 中医叫做皮的运化 这就是中西医的理论 不一样 对吧 你说胃吃的这些东西 谁给它往外转移呢 怎么变成营养 到全身去 皮把它运走啊 你负责往家 搂营养 我负责给你往外转 往全身转 你看这俩人配合多好 所以他共同完成 隐食物的消化吸收 和精卫的书布 从而滋养全身呢 为什么我们把脾胃叫后天之本 就是这个意思 纳运相邪 另外两个我们说 一个生一个将 皮主生卫主将 二这是相反相成 你想想一个生一个将 这就构成一个回路了 你这个气你不能光往上走啊 也不能光往下走 你想想看全身的契机 你要往上一直都往上走 那这个人不是咳噪船 就是打嗝 就是这个恶腻 就是恶心呕吐 说气也不能光往下来 你往下来要吗 你就会什么呢 就会一直拉肚子 甚至就会脱缸 子宫脱锤 胃下锤 老往外放屁 这就是气你总往下走不行 应该是该生的生 该降的降 升降要正常 你看这机体 你为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呢 你必须有升有降才行啊 那这个升降的枢纽 是谁管住呢 脾胃 各位 人的气机要升降 全身气机要升降 有一个阀门 这个阀门就是脾胃 为什么 它是阀门 就像火车站 比如像北京的这个火车站 全国的火车的枢纽中心 为什么 脾胃是距于中交啊 你新火往下去 渗水往上来 你都在经过人家脾胃的升降 没有它是不行的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心肾不骄 对不对 心肾不骄睡不着觉了 脚凉的要命 头热的要命 那上下不通了 所以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时候 你别忘了调脾胃啊 为什么这个心肾不骄 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中交的脾胃 升降失常了 就这个电梯坏了 该升了什么 该降了降不下来 你在调那时候 你还在修电梯 各位 这就是脾胃的作用 所以叶天是说了 叶天是临政指南一案 对吧 他说脾一生则贱 胃一降则和 就脾他就喜欢往上升 胃就是喜欢往下降 基于这个原因 各位 我们在开药的时候 注意啊 你要贱脾的药 你得选往上升的药 你看那个党生生马什么些 财狐 对不对 黄奇这些药干什么呢 说贱脾 它是什么性啊 往上走 为什么 脾喜欢往上去 你要开胃的药 你看你要开 和胃的药 都是什么呀 尘皮半下 什么这个杀人 白兜扣 对不对 甚至山楂神曲 埋麦芽 这些药都是 这些药都往下来 为什么 胃喜欢往下来 你顺住它呀 所以这就是 你说中医治病 有什么奥妙吗 没有太深的奥妙 各位 只要霸它的这个 基本道理理解清楚了 我们开房子 你就错不了大方向 对吧 你智慧的药 你就开往下走的药 你健脾的药 你就开往上走的药 就OK 这叫做升降相音 第四个特点 我们叫造湿相继 胃容易热 它容易造 脾能容易含 它属湿啊 所以说你造的地方 它喜欢湿润 湿潮湿的地方 它喜欢干燥 你看它俩 你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 我皮需要味的干燥 味需要皮的柔润 哎 造湿相继一样相合 那在病理情况下会什么呀 你想想看 皮就怕湿 哎 反正它只要一病就有湿 我们叫湿结困皮啊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健脾气的时候 你看看啊 各位 你还要注意 有没有湿 要化湿啊 加上 湿不出这个脾气 有时候你还补不上去 对吧 那同样的道理 说这个胃气降不上来 你看它是不是干 是不是造啊 你开一些脉冬石壶 这类的 哎 它这个气就涮下来了 它喜欢柔润 又为什么呀 它是干燥的地方 所以这俩造湿相继 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很大呀 这些理论 所以叶天真有说了 太阴师徒得阳史运 阳明造徒得阴自安 湿的地方喜欢阳光 汗的地方喜欢雨水 那肯定的 所以这俩正好是互补 你看 互补的非常好 所以说 脾和胃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的就大了 往往是医病俱病 他俩一块病 比如说吃困脾了 脾不孕不生 那就会导致胃也不纳不降 就是我不往往孕了 你也吃不下去了 你肯定要吃没地鸽去呀 我不跟你孕输啊 所以说脾不孕的时候 往往还可以见到什么 可以见到胃丸胀满 吃的少恶心 呕吐打嗝 那反过来说呢 饮食不结伤胃 胃伤了以后 不纳不酱 也会影响到脾不孕不生 会导致肚子胀 拉肚子 你看有人吃多了 吃那碗拉 就是这 总而言之 他俩到最后都是一起病了 辅账 谢谢这是脾的病 胃账 食少恶心 呕吐 大哥这是胃的病 往往这些病会杂肉到一块 所以黄帝电影又说了啊 氢气在下 则生熏泻 浊气在上 则生衬胀 这个熏泻是什么呢 就是加油不消化食物的拉肚子 叫熏泻 这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氢气在下 氢气生不上去了 为什么生不上去 脾虚了 脾虚就会导致这种 加油不消化食物的拉肚子 浊气在衬胀是什么意思呢 衬胀就是肚子胀 那为什么 浊气在上 浊气算是 浊气是胃不降的气 他降不上去就变成浊气了 所以他就上边胀下边拉 这是脾胃的升降时长 那我们这个系列 讲的脾胃常见的病症啊 基本上主要的有这些 各位啊 胃毒胃胀胃痛 长鸣腐胀腐痛 烧心反三 哀腐恶心 呕吐 打嗝 便秘 谢谢便携 等等等等 此外还包括一些脾胃的病发症 比如脾胃病了 他头晕 脾胃病了 他发力 对不对 脾胃病了 他睡不着 哎 他还有好多病发症呢 那这个里边如果是病人检查的话 牵涉到的病很多了呢 各种胃炎 罗性肌感染 肠炎 溃疡 膝肉 啊 伤食停脊 神经关能症 还有包括一些痔疮等等 我们都在这个系列要讲到 那讲中医的治疗脾胃 我们不是敢吸的病走 哎 你说那千秒经文炎怎么治 我们不按这个 咱们是按主症 抓主症抓病激 一个症一个症来的 你比如说胃毒 你这个胃毒可能是 可能是千秒经文炎 也可能是萎脱经文炎 那我不管你是千秒经文炎 你还是萎脱经文炎 对吧 你只要是胃毒为主 我现在就抓住这个症来给你治 来给你辩证啊 所以说各位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下胃毒 我们今天这个胃毒 咱们开个头 咱们以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房子 这个胃毒啊 是老百姓的话 找我们来看 没有人大夫 王大夫 你给我干嘛 我这一吃就堵住 不往下走 你给我弄点中药吧 他也不胀 他也不是疼 他是毒 那这个咱们行话叫什么呢 叫心下皮 你瞧这词 心下皮 为什么叫心下皮呢 因为这个胃就在心脏的下面 所以我们古人把胃叫心下 你注意这个词 皮是什么意思呢 皮是堵塞的意思 哪里堵塞了 就是胃嘴这堵了 胃口这堵了 各位 那这个 胃口这堵叫皮塞 按着柔软不痛 不是按不痛 那这个胃毒可以是各种胃炎 也可以是胃可以痒 也可以是单纯的螺旋菌感染 对吧 有时候他毒 他还往两边来呢 两边障瞒 或者恶心打嗝 大便不爽等等 哎呀那你说我 我经常见到这种病人 说这个陈老师 你赶快给我个方子吧 别着急各位 你还要辩证 它是寒是热呀 对不对 你说上去 我这行 我怎么跟你这个通下去就行了 还有的事甚至用歇药 那不行各位 另外咱们讲到这里 还有什么呀 还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皮我们不要给患者用这个词 你说你皮不皮 他听不懂 对吧 我学生就闹我这笑话 这学生问呢 就是他可能想说 他可能是不是有皮胃病 就先问了啊 这病人说吃饭 这病人说了 大夫我这个吃饭 老这个不舒服 哎这个学生就问了 他说你皮不皮啊 这病人 这大夫您说什么呀 说你皮不皮 什么是皮啊 你这问了我听不懂 后来写到病历上 一看是这个字 这病人不落意了 为什么呀 这玩意地皮流氓的皮啊 这病人说你在皮呢 你的地皮啊 皮在这里就是堵塞 其实我们跟病人交流的时候 就是要堵塞 那一说这是胃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 你赶紧给我方子吧 各位 今天方子给不了了 时间到了 各位 这个胃皮我们分六大类 六大型 有寒 有热 有寒日挫杂 有水 有气 有时机 多了 你在看他什么情况 各位 所以说啊 今天我们就开个头啊 下一次课 我们就讲讲 怎么治疗这个心下皮 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因为我在临床上 我的这个 啊 这玩意儿看咋定了吗 其实这个内外 肤儿皮什么 你都碰到啊 但是我大概有40%的病人 是皮胃病 是有时比他的比例比较高一些啊 我对这这个皮肤病 也有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啊 我就是在临床用过的一些经验方 我在这个系列里边 系列里边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好吧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您的课